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时钞评述 今天是周末 星期日 其实一个星期算是星期的头 在过去的时间里 在整个十月份的本身 你让我说呢 就是习近平招鬼上身之后 我们将看到真正发生的事情 应该是在中国大陆 那朝这种更替 时间上的更替 这种环境上的更替 出现一些天象上的变化 大的天象的变化 实际是一种大的改变 也就是说 生命之间上下一体的那种命运在其中 11号 星期五 在吉林出现了陨石 整个东北三省很多人都看到 那在当时呢 76年的时候出现类似的场面 同样是吉林 很具有代表性 所以当人们看到消息出来的时候 在推特上 所有人都直接联想到是不是习近平会死掉 不开玩笑 会联想到习近平会死掉 会出事情 那会出现大规模的宫廷政变 它的来处来自于76年 而现实的环境中反映出来的一切 在我眼睛里 我觉得就是一种时代的更替 这种时代的更替 可能出现大的变化 它应对更大的一种变化 如果我们相信是这种 这种定数上的出现的改变的话 在现实的环境中 中共体制满朝野 整个朝野 从上至下 整个社会的人们的价值观 比较类同于当初在有人 人类 就中国人有历史记载当时的状况 是极其类似的 夏商周 这是当时最早我们说 我不知道中国历史叫远古时期 还是叫什么时期 我历史学的不好 刘元学历史的 王岐山也学历史的 我觉得那时候学历史太枯燥 根本记不住 那现在反而让我觉得历史很有意思 那个历史 课本上讲的历史是假的 这话说的 就是说 没有生命背景 去学历史 骗子 所以很多国内在讲述历史故事的时候 都是宫廷上的争斗 那对于宫廷上的争斗来讲 其实就一招就好 送女人 女人送男人 你一定送那种新奇的 一定管用 你放心吧 别都下拜 送钱没用 不能说送钱没用 送钱只能管一时 吃一顿饭摸摸嘴儿 臭臭屁又没了 送女的送男的他老实 只要那个人别出事 大宇治水的大宇建立了夏朝 他老伟大了 对不对 其实在建立夏朝的本身 在大宇治水的本身 他是把人神隔开了 人的历史就是现实肉身的人 再也不能够跟神相互接触了 给我的感觉就像希腊的这种神话故事 所描述的那一段结束的故事是一样 所以在我眼睛里 大宇开创的夏朝 实际是人以肉身为主体主宰 出现了人类的所谓的文明 其实是倒退 根本不是文明 是脱离了神 变成了一种独立的一个环境 这么讲吧 就给圈圈里头了 在时空的概念中出现了变化 人们就更注重这块肉 夏当时最后完结的时候 四百年 叫墨喜出了个女人 那个女人小巧玲珑 最后一个王是结 老放在他腿上 那肯定小巧玲珑了 也可能那时候人大 所以那个女人喜欢听 把绸缎撕裂的声音 喜欢在酒池子里头喝酒 酒池子里头喝酒 我看在四川有鸳鸯火锅 男女他穿衣服了 脱得几乎金光 在这个池子里头吃火锅 我觉得差不多 他怎么弄都会往肉那去 然后这女的第三个就是 喜欢带这个墨血 喜欢带官服 就是男人的官服 阴阳反辈 这是当时的夏 但他的来处很特别 我忘了他当时是怎么来的 商朝就是狐狸了 对不对 那狐狸是有使命来的了 那他同样有炮落 有酒池 有这些东西 那淫乱 那有这些东西 同样的 等到了周朝灭亡的时候 商朝六百年 周朝八百年 还是挺有趣的 四百年六百年八百年 这是夏商周 到了周朝的时候 就是宝四应该叫 希望明年错 就是冷美人 而他来的是跟龙有关系 这是起初时 当时我们看到的 人有人类历史当中 中国人技术的 一定是在 恶的 就是权力者 一定最后落在欲望上 肉欲上 色欲上 放纵上 这跟大的定数是相关的 那这个三皇五帝 五帝当中的 前面的三个帝王 都跟七有关 很有趣 那今天 在中国大陆 在香港 权力者 同样表现出 他的肉欲贪婪 淫荡下流 但他表现的方式 是另外一面 他整体性的 那夏商周 是个体的权力者 王 今天在中共体制之下 所有拥有公权力的 都把自己定位于王 然后 倾向淫荡 淫荡 以强奸 以各种方式 获得自己的满足 推特上有个视频 这个周末很 就是这一两天 很火爆 这个事情发生在 星期四 星期五 这是在香港的中文大学 香港的中文大学的校长姓段 跟七百多名学生进行对话 那这是其中一个学生 上个月在这个新屋岭 被关之前 他被抓到了新屋岭 公开向校长 这个请求校长为其申冤 他在新屋岭 遭到了香港警察的性暴力 那是不是香港警察 不知道 在新屋岭 让他 蹲下就蹲下 让他起来就起来 让他脱衣服就得脱衣服 他认为 更有其他的同时被抓的人 其他的女孩子 遭到了轮奸 他 他个人 只是形容叫性暴力 暴虑 性虐待他 没 当时为了能够触动 这个姓段的段长 这个姓段的校长 他是香港当地人 1951年5月3号出身的 他是学生物工程的 他呢 一直很 暧昧 他不愿意去触弄中共上层 在这个对话中 这个女孩子最后把口罩摘下来 他说 我愿意让你知道我是谁 愿意让你看到我的脸 我现在告诉你 你身为校长 我曾经遭受过性伤害 我希望校长 一个男人 能像个男人一样站出来 谴责香港 香港警察 那是不是香港警察放一边 新屋岭 跟中共大陆边界极近 而那个地方 就是香港警察 跟中共官方进行偷渡 抓捕偷渡者进行遣送的地方 所以新屋岭已经被弃用 但不代表在新屋岭里面 发生的强行侮辱的事件本身 可以被取消 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事态的发展 在过去时间里 已经有两个女孩和一个男人站出来 但他们没有去摘下口罩 没有明确直接这么讲 男男女女 在新屋岭都牵扯到性伤害 都牵扯到性伤害 所以这是一个最新的故事出现 与此同时呢 在推特上有另外一段视频 你可以看到警察在射击时 就像点杀一样 你可以看到他抠动扳机这些 拿着这个人 这个人应该是个头目了 看起来像个头目 但是他是发现旁边有记者 而要求他们停止 这个喊话的人 就这个头头喊话的人 他当时喊话的是说 嘿快走 哎快点走啊 然后呢 他这个时候又在喊话 这个人就过来开枪 那喊话的时候 就是直接北方人的话 我当时在另外节目 我说是北京人 人家说涛哥你说的不对 你别把这事都揽在北京人身上 他就是北京话 快走快走 快点快点快点快走了 就这么话 那他的装备呢 跟香港警察的速龙小队的装备差不多 那整个概念也都差不多 基本上是这套设备 这是今天的香港警察 这是今天香港警察 那在我个人的眼睛里 我觉得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 包括新物理 都是8月31号之后出现 8月31号之后 为什么 8月29号和30号 新华社在凌晨4点中宣布 驻港部队进行大换访 军车往里进 却不见军车出来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